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文中 神声称他要报复邪恶不信的以色列人 他们是他的百姓 有着他恩典的工具 但他们虽见了神对他们所施行的奇妙作为 心中却没有聪明 身三十二二十八 他们受了上天的栽培 却结出苦毒的果子 正如我所引经文前的两节所表明的 我所选用的经文 他们视角的时候尽了 四包含论邪恶以色列人所受惩罚和灭亡下列数端 他们常有沉沦的危险 像一个在华地上行走的人 常常有跌倒的危险一样 他们的沉沦 是用诗角来表明 诗篇七十三首十八十九节也说 米一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 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这本经文也表明他们常常有突然沉沦的危险 正如一个走在华地的人 时刻都可能跌倒 他不能预先料到下一步是否会跌倒或站住 他一旦要跌倒 就立刻跌倒 而没有预告 恰如诗篇七十三首十八十九节所说 米一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 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他们转眼之间 成了何等的荒凉 这本经文还表明他们并非被别人推倒 而是自己跌倒 正如一个在华地上或站或走的人 不须别误 自身的重量就可以将他摔倒 至于他们为何还没有跌倒 或如今尚未跌倒 那只是因为神所定的时间还没有到 因为经上说 时候到了 他们就要视脚 那时 他们就要因自己的重量 将自己摔倒 神必不再在那华地扶持他们 要让他们自己摔倒 就在那时 他们要堕入沉沦之中 正如一个站在倾斜华地的人一样 他不能独自一人 在坑边站稳 若没有人扶着他 他就要立刻跌入沉沦之中 我现在所要坚持的 乃是下面的一句话 除神的美意外 没有什么可以叫恶人一刻脱离地狱 所谓神的美意 我是指他至高无上的意志 这意志不为什么义务所拘束 不为任何困难所阻挡 除神的美意外 没有什么可以在任何最小程度 或任何方面 片刻保存恶人 这真理可以从下面个点来说明 神不乏权柄 来随时将恶人投入地狱 神一兴起 人的双手就软弱无力 最强壮的人也不能抵挡他 也没有人能从神手中援救我们 神不仅能将恶人投入地狱 而且很容易做到这事 世上的君王 有时因为反叛者军队众多 防御巩固 人就很难征服他们 但神却不然 人的炮台都不足以抵御神的权能 即令神的大群仇敌 手牵着手 连接起来 神也必容易将他们打得粉碎 他们是像一堆康比喻着旋风 或一堆柴心当着烈火 正如人容易踹死一个在地上爬的虫子 容易割断或稍断一根细物的细线 照样神若定义 他容易把他的仇敌投入地狱 神一斥责 得就震动 在他面前盘石也倾倒 我们是什么 竟想抗拒什么 恶人该被投入地狱 所以神的公义并不阻止 也不反对神随时施展能力来毁灭他们 反倒公义要大声疾呼 要求永远惩罚恶人的罪 神的公义对那解锁多玛的葡萄书说 把他砍了罢 何必白占地土呢 路十三期 神公义之剑 是时刻挥舞在他们的头上 只有神怜悯的兽和善意 才能止住那件 罪人已被判下地狱 他们不只是该被投入地狱 而且神律法的宣判 即神在他自己与世人中间 所定永不改变的公义准则 是已经定了他们的罪 他们下地狱的判决 是已经定了 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上所说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所以凡不肯悔改重生的 都属乎地狱 地狱乃是他们的地方 他们是从那里来的 正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三节上所说 你们是从下头来的 他们也必往那里去 这是神的公义 正道和不可改变之律法的 判辞判他们去的地方 他们如今便是神级地狱苦行 所表现愤怒的对象 他的其所以没立刻下地狱 并非是因为掌管他们的神 不时分恼怒他们 如同恼怒许多如今在地狱中 受神严厉愤怒的人一样 其实神对许多活在世上的人 甚至对会中中许多悠然自得的人 较之对许多正在地狱烈火中的人 更要恼怒 所以神没有立刻伸手将他们除掉 并非是因为他不憎恨罪恶的缘故 神完全不像是人所想象的 与他们一样 神怒火向他们熊熊燃烧着 他们的惩罚并不迟言 火坑准备好了 火燃着了 炉烧热了 正准备将恶人投入 熊熊的火焰正在燃烧 魔锐发光的刀剑 先正夹于他们的头上 火坑在他们的脚下也张开了大口 魔鬼随时准备袭击他们 什么时候神一容许魔鬼动手 托就要将他们掳为己有 他们救赎了魔鬼 他们的灵魂也为脱所有 受脱挟制 经上称他们为魔鬼的家财 路十一二十一 魔鬼常在人的身边 窥死他们 好像恶事窥死怨物一般 想把他们吞吃 只是暂时受了阻挡 神若一旦放松他阻挡的手 魔鬼立刻就要吸取 他们的可怜灵魂 那条骨蛇要吞噬他们 地狱也在张口等待他们 神一容许 他们就会立刻被吞噬 归于灭亡 恶人的灵魂被地狱的邪道所管制 这些邪道 若不是有神约束 就要立刻冒出地狱的火来 在属血气之人的本性中 原有受地狱刑罚的根基 那些载质他们的邪道 乃是地狱之火的种子 这些邪道 本性强烈 活泼有力 若不是因有神的手加以控制 他们就会爆发燃烧起来 像那在受咒诅者的心中 所有的败坏和仇恨所起的作用一般 而且也必产生同样的痛苦 经上将恶人的灵魂比喻为 翻腾的海 在五十七二十 如今神一旦能约束他们的恶 好像他制止海中的狂浪一般 说 到此止步 不能再进 神若一旦松手 狂浪即将席卷一切 罪是心灵中的悲苦和毁灭 按他的本性 他是毁灭人的 神若一旦不加约束 就无需别的来叫人的灵魂 达到完全悲苦致敬 人心趋于败坏其狂热 是无止境的 恶人活在世上时 好像烈火被神禁闭 神若一旦任其放肆 他即可以燎原 既然人心是最坑 所以最弱不被截制 他就会立刻将人的灵魂 变为硫磺的火炉 恶人若眼前看不到死亡临头 那并不足以使他们有片刻安全 一个属肉体的人 若眼前健康无恙 看不到他会遭遇什么意外 而立刻去世 也看不到他会遭遇什么危险 这并不使他有安全 古往今来的许多经验都告诉我们 这并不足以证明一个人 没有临到永恒的边际 不会在下一步踏入另一个世界 那忽然使人离开世界 种种看不见和想不到的情况 是属不尽 料不到的 尚未归主的人是走地狱坑上的朽坏之路 这路上有无数薄弱的地方 不可负荷他们的重量 而这些地方乃是看不见的 再正无有看不见的死亡之剑飞来 就是最明亮的眼力 也看不见他们 神有种种不可测度的方法 将恶人提出世界 送入地狱 神并无需假守神迹 或采取非常的方法 可以随时除灭恶人 所有一切叫罪人去世的方法 都这般操在神的手中 这般绝对一代取决于神的全能和决断 神的聪明 显然不能保障人脱离死亡 否则世上的聪明机制人 就不会同别人一样遭遇早丧或不易之死 但事实如何呢 传道书二章十六节说 可叹智慧人死亡 与愚昧人无异 恶人在继续抗拒基督 互恶不圈时 所有逃避地狱的苦心和精盈 也都一刻不能保全他们避免地狱 几乎每一个世人听到说起地狱时 都自以为可以避免地狱 他靠自己得保安全 他庆幸自己过去所做的 现在所做的 和将来所打算做的 人人心中都有避免刑罚的计谋 他们庆幸自己打算得好 认为自己的计谋必不失败 他们诚然听见说 得救的人很少 以前死去的人大多数都进了地狱 但是人人都以为 自己所打算的逃避方法 要强于别人 他不要来到那痛苦的地方 他心里说 他定要采取有效的办法 为自己安排 好不止失败 可是愚昧之子自行其事 又信靠自己的聪明 便把自己可怜的欺骗了 他们所信靠的 无非是幻影 那些在同样恩典工具之下 活着如今死了的人 无疑大多数人都走入了地狱 这并非因为 他们不如今日活着的人一样聪明 这也不是因为 他们逃避地狱的打算不周到 倘若我们今日能够同他们谈话 一个一个问他们 他们活着听见到说地狱的时候 是否曾预期他们也会受地狱之苦 我们无疑要听见美人回答说 我并未曾想到会来到此处 我曾拎定了主意 自以为打算得很好 我认为我的计划很好 我本以为采取了有救的打算 不料尽到了这里 我当时未曾预料 地狱竟如同盗贼一般临到了我 此胜过了我的打算 神的愤怒来得太快 哎呦 我的鱼桌真是可咒足呀 那时我在虚空的梦幻中自鸣得意 正当我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毁灭就忽然临到我身上 神并没有允许救任何属肉体的人 使他一刻脱离地狱 神并没有允许救任何人免永死的永生 而只是允许了那些在他恩典之约中的人 这就是基督所允许的 而他一切的允许也都是是的 但是凡不属于这约 不相信这些应许 又与约的中宝无分的人 也当然是与恩典之约的应许无分的 所以不管人如何幻想 以为属肉体的人只要肯诚肯扣门寻求 就可以得这应许 其实除非人相信基督 就不管他是如何辛苦追求宗教 用心祈祷 神也绝必不叫他一刻脱离永死 所以属肉体的人 是被握在神的手中 临到地狱的坑上 他们该当下火坑 并且已被判定下火坑 他们激动了神的愤怒 神对他们发怒 正如对那些正在地狱里受苦的人发怒一样 而且他们既丝毫没有努力 去减轻或平息神的愤怒 神也丝毫不受任何应许约束 来一刻维护他们 魔鬼正在等候他们 地狱正在向他们张口 吐出火焰来围绕他们 烧灭他们 吞噬他们 他们自己心中所藏的浴火 也挣扎着要冒出来 而且他们与中宝无分 在他们身边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的安全 总之 他们没有避难所 没有安身处 那暂时保存他们的 只是那受了冒犯之神的自觉旨意与忍耐 而那忍耐却是不为任何约祸义务所约束的 这道理的使用这可怕的题目 是为唤醒这会重中为悔改的人 你们刚才所听见的 乃是你们当中每一个在基督以外之人的情形 那凄惨的世界 那烧着硫磺的火壶 正在你们的脚下展开 那里有着神的愤怒熊熊燃烧的火坑 那里有着地狱张开的大口 你是无所平一 无法站立 你与地狱中间所割的 只是空气而已 只有神的全能与每一才把你维护着 对此也许你们并未察觉 你们暂时得免于下地狱 便以为并不见得是由于神的手 而是由于别的什么东西 诸如你们身体的健康 对本身的照顾和种种保护自己的方法 其实这些东西都算不得什么 若是神收回他的手 他们就是一层薄薄的空气而已 并不能扶持你们不跌倒 你们的罪恶时你们沉重如铅 向地狱下垂 神一旦放手 你们就立刻下沉 迅速堕入无底的深渊 你们所靠身体的健康 自己的治律 上好的谋略 以及所有自己的义 都不能扶持你们不下地狱 正如诸网不能抗拒滚下的磐石一般 若不是因为神至上的旨意 地球不会拖住你们一刻 因你们对世界是一重担 万物都因你们而叹息 万物都不愿服在你们败坏的捆绑之下 太阳不愿给你们光辉去犯罪是奉魔鬼 地图也不乐意效力来满足你们的情欲 世界也不愿做你们表演恶行的舞台 当你们浪费一生去世奉神的仇敌 连空气也不愿让你们呼吸来维持生命 神所造的万物都是善的 是为人士奉神而造的 他们不愿辅助别的墓地 他们一旦被人滥用 违反他们的本性与墓地 就深淫叹息 若不是神权能之手 使世界在指望中顺服 他就要将你们吐出 如今有神愤怒的黑云 浮在你们的头上 充满了暴风和迅雷 若不是因为神伸手约束 他立刻就要披在你们的头上 神权能的旨意暂时止住这狂风 不然他会猛烈袭来 如是 你们的沉沦就如旋风临到 你们就好像夏天打到场上的康比一般 神的愤怒好像洪水 暂未低伐堵住 洪水继续增长 逐渐高涨 直到最后低溃 低防一旦崩溃 洪水被堵住了越久 奔流也就越急 固然神对你们的恶行 到如今尚未施行审判 神报复的洪流尚在被堵住之中 但同时你们的罪孽不断增加 你们每日继继继续更多的愤怒 洪水继续增高 越加凶猛 除神的善意外 再没有什么来堵住 那不愿意被堵塞的分放洪流 只要神把手从水扎收回 洪流就会立刻飞分 神如洪流一般凶猛的愤怒 将以不可想象的暴怒 向前直冲 以无穷尽的全能 临到你们身上 即使你们的能力万倍于现在所有 甚至万倍于地狱中 最凶猛最强暴的恶魔 也无法抵挡或忍受神的愤怒 神愤怒之功已拉紧了 时已在弦上 公义已将使对准你们的心门 没有别的 只有神的旨意 而且只有那对你们不受任何应许 或责任所约束的愤怒之神的旨意 才暂时不让闲上的事 来饮你们的血 所以你们凡为被圣灵的大能 将心灵大大改变的人 你们凡为重生心灶 和未从最终的死活过来 而进入崭新生命和亮光的人 都落在愤怒的神手中 虽然你们在许多的事上改变了 也有了一些宗教的热忱 又在你们的家庭 密室和教堂中 遵守了形式的宗教 然而这些都算不得什么 只有神的美意 才能叫你们此刻不为 永远的沉沦所吞灭 或者你们目前不相信所听的道理 但不久你们就要完全相信 那些原来与你们处于同样情况的人 已经晓得了 因为他们正说着平安稳妥的时候 毁灭就忽然临到了他们 是他们所未曾预料的 如今他们看见 他们以前靠赖的平安和稳妥的东西 都无非是稀薄的空气和空虚的影子 那将你们悬在地狱火坑上 如将一个蜘蛛或其他可增的虫子 悬在烈火上的神 恼怒你们 被你们大大地激怒了 他对你们发怒 如同火烧一样 他看你们知不得神吗 只配都在火中 他的眼睛是太圣洁了 不愿看你们 你们在神的眼中 比最可恨的毒蛇 在我们的眼中 还要可增万倍 你们触犯了神 比极顽强的叛徒触犯他的君王 多过无穷倍数 然而 那每一顺刻时 你们不置坠入火中的 乃是神的手 你们昨夜未下地狱 你们闭目入睡后 还在世上醒来 都不是因着别的缘故 自从你们今晨起来 没有坠入地狱 也不是因为别的 而只是因为有神的手扶持 你们坐在此间圣所 用邪恶的样子来崇拜神 出怒神圣洁的眼目 你们所以没有即刻下地狱 也只是因为这个缘故 你们此刻不坠入地狱 真是再没有别的缘故 醉人哪 你们要想到你们的危险 何等可怕 你们被神的手握着 悬在一个愤怒的红炉之上 这红炉是无底的祸坑 充满了愤怒之火 神的愤怒向你们发作 正如像许多已在地狱中的人发作一样 你们是悬在一根系线上 神的怒火熊熊扑来 随时可以将它烧断 你们与中宝无分 毫无依靠来拯救自己 没有什么就你们脱离这愤怒之火 你们自己所有的 所做过的或能做的 都不能使神饶恕你们片刻 在这一件事上 你们特别要想到下列各端 一 这是谁的愤怒 这是无限神的愤怒 倘若这只是人的愤怒 即令是最有权是君王的愤怒 也不要紧 君王的愤怒 特别是专治君王的愤怒 乃是很可怕的 因为他们操人民生命财产之权 可以任意处置 正如真言二十章二节所说 王的威和如同狮子吼叫 惹动他怒的 是自害己命 凡惹动专治君王愤怒的 不免要受人所能想出 所能执行的极刑 但是世上最有威严 最有权是 最为可怕的至高君王 若与全能的创造主 天地之王比较起来 就不过是尘土中软弱无能的虫子而已 他们被人极其激怒 大为愤怒时所能做的 也算不得什么 地上的一切君王 在神的面前 都不过是诈猛而已 他们是虚无 而且不及虚无 他们的爱与恨都无足轻重 伟大的万王之王的愤怒 比他们的愤怒更为可畏 因为他的威仪更大 正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章五节所说 我的朋友 我对你们说 那杀身体以后 不能再做什么的 不要怕他们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那杀了以后 又有权丢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正要怕他 二 你们所面临的 乃是神的烈怒 我们在圣经上读到 神的烈怒 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八节说 他必安人的行为施暴 恼怒他的敌人 报复他的仇敌 又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五节所说 看哪 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 他的车面向旋风 以烈怒施行报应 以火焰施行责罚 又如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所说 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九座 这些话是非常可怕的 若所说的只是神的愤怒 那已是非常可怕了 但这里是说 神的烈怒 神的烈怒 耶和华的烈怒 那是何等可怕 谁能叙述这种说法中 所包含着的意义啊 况且这又是全能神的烈怒 那似乎是说 神必在他烈怒中所施的惩罚上 彰显他的全能 他发怒施展全能 是好像人在烈怒中施展能力一样 那么 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可怜如虫子的人 将如何受得了 谁的手强而有力呢 谁的心能忍受呢 凡遭受这烈怒的可怜人 要落到何等可怕 不堪言状 想象不到的苦痛的深渊中呀 你们当中尚未悔改重生的人 要思想这事 神要发烈怒 意思就是说 他要施即行 毫无怜悯 当神看到你们陷入 无法行容的困境中 看到你们所受的苦行 远非你们的力量所能忍受 又看见你们的灵魂被打得粉碎 下沉于无底的阴间 他必不怜悯你们 必不止息他的愤怒 必不丝毫放松他的手 他必不欢悠你们 怜悯你们 也必不止住那狂风 他既不顾念你们的幸福 也不管你们受苦太多 因为你们所受的苦 只是严格的公义所要求的 他并不因你们难受 而减轻刑罚 正如以西节书八章十八节所说 因此 我也要以愤怒形式 我眼必不顾惜 也不可怜他们 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 我还是不听 但现今神要向你们施怜悯 现今乃是施怜悯的日子 你们现今可以嚎逃呼求 或可得到神的怜悯 可是 施怜悯的日子一过 你们的嚎啕大叫 都是无用的 神必不顾及你们的幸福 你们就完全丧失 被神抛弃了 那时 神看你们没有别用 只好让你们去受苦 你们的痛苦将永无穷尽 因为你们是一个可怒 遇被遭毁灭的器皿 并没有别的用处 只配成满神的愤怒 当你们向他呼嚎时 他必不可怜你们 正如真言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所说 你们遭灾难 我就发笑 我必吃笑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三节 记载全能神的话 说 我发怒将他们踹下 发烈怒将他们践踏 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 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这是何等可怕的话 恐怕谁都不能想出别的话 来表明更多的蔑视 愤恨与恼怒 倘若你们呼求神可怜你们 他必不可怜你这种凄惨的情形 也不向你们表示丝毫的爱惜 反倒要将你们践踏在脚下 虽然他明知你们不能承担 全能者沉重的践踏 然而他不理会 不施怜悯 必将你们压碎在他脚下 他要炸你们的血来 使之飞剑 剑在他衣服上 并且污染他的衣裳 他不仅憎恶你们 而且极端鄙视你们 他想什么地方对你们都不合适 只好将你们践踏在脚下 好像街上的污泥一样 三 你们所面临的灾祸 乃是神要表明他的愤怒是什么 神存心要向天使和世人表明 他的爱心是何等高深 但他的愤怒也是何等可怕 有时 地上的君王也存心要表示 他们的愤怒是何等可怕 就以急行来加于那些触动他们怒气的人 当加勒底帝国威武高傲的尼布贾尼撒王 恼怒沙德拉 尼撒 亚伯尼哥时 他要表示他的暴怒 就吩咐人将火药烧热 比寻常更加气倍 无疑 这是近人之所能 烧热到了极点 伟大的神 也要表示他的愤怒 使他的仇敌遭受极刑 以彰显他可谓的威严和大能 正如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所说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 彰显他的全能 就多忍耐宽容 那可怒欲被遭毁灭的器皿 既然这是神的计划 和他所决定行的事 即使要显明神的愤怒是如何可怕 他的猎怒是如何凶猛 他就如此行出来 他所行的 必有人见证说是何等可畏 当全能愤怒的神起来 在可怜的罪人身上 施行他可畏的报应 使罪人亲自尝到他愤怒的 无限全能与沉重时 他就要呼唤全宇宙 来看他愤怒中的威仪和大能 正如以赛亚书33章12-14节所说 猎方必想一烧的石灰 一个的荆棘 在火中焚烧 你们远方的人 当听我所行的 你们近处的人 当承认我的大能 西安的罪人都惧怕 不敬前的人被战惊抓住 你们这些仍在罪中尚未悔改的人 也必这样 全能神的无限威严 全能与可怕 就必在你们所受的 不可言状的痛苦上彰显出来 你们必在圣天使的面前 和羔羊的面前受苦行 当你们受苦行时 天上的光荣盛众 要出来观看这种可怕的光景 好知道全能神的愤怒如何 他们既看见了 就要俯伏崇拜 那位有大全能与为严的 正如以赛亚书66章23-24节所说 每逢月说安息日 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 这是主说的 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 违背我的人之失手 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 我是不灭的 凡有血气的 都必憎恶他们 4.这乃是永久的愤怒 若你们只是片刻 遭受全能神的烈怒 已够可怕了 但你们要永久遭受他 这个极端可怕的苦痛 乃是永远无穷的 当你们向前看的时候 你们要看到一个永远不断的苦楚 摆在面前 他要吞灭你们的思想 惊吓你们的灵魂 你们要绝对失望 没有救法 没有穷尽 没有缓和 没有宁息 你们必知道 你们必在一万年漫长的岁月中 与这全能无情的抱负挣扎着 然而到头来 你们必发现 这不过是无穷苦行之中的一点点而已 所以你们的刑罚真是无穷无尽 一个灵魂所处的这种光景 有谁能够形容出来呢 我们所能形容的 都只是很微弱的 这种苦楚 是无法形容的 不可想象的 因为谁能知道神愤怒的全能呢 那些每日每晚都处于 这个大愤怒和大灾祸当中的人 他们的情况是何等可怕呀 但这正是我们贵中中 尚未重生的人之凄惨情况 且不管他们是如何有道德 严谨 敬钱 无论老幼 你们都当考虑这事 我们很有理由 认为贵中中许多现在听到这话的人 将来必要亲受这种苦痛 直到永远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坐在哪里 他们现在想些什么 也许他们现在心中泰然自若 听到这些事 并不受感动 尽情信自己不是这种人 自许必得避免地狱 倘若我们知道全会中中 只有一个人将要受这苦刑 那么我们想起这事来 以是何等可怕呀 倘若我们知道这人是谁 那么我们看这人 是何等可怜哪 全会中就当怎样 为他毫淘痛哭 但是 哎哟 将来不仅有一个人 而且有好多人 要在地狱中回忆这一席话呢 再者在座的人当中 若没有一些人 在很短的时期内 甚至在今年年底之前 就要下地狱 那才是其事了 若是有些人 目前坐在某些座位上 很是健全 平安 不是 在明朝之前 就下了地狱 那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你们中间那些 不肯回改和延长 最久不下地狱的人 始终也必下地狱 你们的惩罚并不打顿 地快快临到你们 而且很可能会忽然 临到你们中间许多人身上 你们应当惊奇 你们尚未下地狱 无疑 在你所见过所知道的人当中 曾有一些人 并不比你们更应当下地狱 什么代价是他们所不肯付的呢 如今你们有一种非常的机会 有基督大开恩门的日子 对可怜的罪人大声疾呼 在这日 有许多人投奔他 努力进入神的国 每日有许多人从东 从西 从南 从北而来 好些人前不久 仍与你们一样 处在可怜的情况中 而今却在幸福之境 心中对那爱他们 并以自己的宝血洗涤 他们罪恶的基督 充满了爱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在这样一个蒙恩的日子 自甘若悟 那是如何可怕呀 眼见许多别人去复颜习 你们却消瘦而灭亡 眼见许多别人心中快乐 歌唱 你们却非哀嚎逃 精神痛苦 你们如何能够一刻 安于这种光景呢 苏菲勒 苏菲勒 临阵的人 日日奔向基督 你们的灵魂 岂不是与他们的灵魂一样宝贵吗 这里岂不是有许多人 在世上活了许久 至今却尚未重生吗 你们岂不因此是化外人 从有生以来 只是为愤怒的日子 继续神的愤怒吗 朱菲勒 你们的情形实在是非常危险 你们的心非常邪恶刚硬 你们岂不见许多 与你们同年纪的人 如今都被弃绝 与神现在所施的奇妙怜悯无分吗 你们礼当从睡梦中警醒 仔细思量 神的无量愤怒 是你们担当不起的 你们这些少年男女 眼见许多你们同年纪的男女 已放弃一切少年的虚荣心 而归依基督 你们岂可须抛 现在所有的宝贵机会吗 你们如今特别有着一种 非常的机会 若是你们忽略这种机会 不久你们就要和别人一样 把宝贵的青年时期浪费在罪恶中 以至在盲目和碗梗之中 临到了可怖的景况 你们这些尚未悔改的小孩 你们岂不知道你们正走向地狱 日夜惹动神向你们发怒吗 此地有其他许多孩童已经悔改 做了万王之王的圣洁幸福小孩 难道你们仍愿做魔鬼的小孩吗 无论老年 中年 幼年或小孩 凡尚未归向基督 悬在地狱坑上的男女 如今要听神的道大声向你们呼召 如今是主约纳人的喜年 这对于有些人 是次大恩的日子 对于另一些人 却无疑是报应的日子 在这样的一个日子 人若疏忽自己的灵魂 心中就必变为刚硬 罪债大为加天 而神又任凭这等人硬心盲目 他们的危险 从来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神如今好像正在各地 赶紧召集他的选民 也许那些将要蒙恩的成年人 大都会要在本时期内蒙照 正如使徒的时候 圣灵大大浇灌在犹太人身上一样 选民要蒙恩 其余的人却要盲目 若你们也是盲目的 你们将永远咒诅这一日 也咒诅你们所生的那一日 你们眼见这样一个圣灵大大浇灌的日子 而自己不蒙选照 你们要恨自己未曾在这日之先死去 下了地狱 无疑 如今正像施洗约翰的日子一样 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 又在火里 太三 十 所以 凡尚未归基督的人 如今要醒来 逃避那要来的愤怒 全能之神的愤怒 现在必然是临到大部分会众的头上 个人要赶紧逃出所多马 逃命吧 不可回头看 要往山上逃跑 免得你被剿灭 创十九 十七